歡迎收看 這個小時的深度調查報告 我是盧修芳 以此大停電把台灣民眾嚇壞了 特別是企業界損失巨大 以前有企業大廠決定自己發電 我們這是一種利用 蒸汽跟電力共存的氣電共生 全台灣90多家氣電廠共同發電 就可以達到454萬千瓦 比起核四廠270萬千瓦還要多 還有不要的廢熱能熱水回收 再利用也可以變成濾精 另外在台灣低薪蜂巢中 有學校跟中鋼中游合作 培養在地人才 18歲的孩子們一畢業 可以拿到35K 有學生因此放棄了就讀國立大學 稍後也請您繼續鎖定 深度調查報告 歡迎回來 台灣陷入了缺電危機 那麼再生能源真的可以挽救台灣的電力嗎 小英政府設定到2025年 達到非核家園的目標 那麼綠能用電必須要達到515億度 佔了所有發電量的20% 那麼這515億度包括了風力發電27% 太陽能49% 還有生殖能源市佔12%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彰化離岸風電 這是第三個外商所投資在台灣進度最快的海龍計劃 但是第一次環評就踢到了鐵板 因為專家擔心風電的葉片 它可能會傷害遷徙當中的紅鳥 而建議這個葉片距離海平面的高度 應該從國際標準25公尺 身高到40公尺 另外呢為了不打擾海裡面的印太平比海豚 還必須要採用噪音小的基座 當然這一切呢為了生態聽起來都是合理的 但像這樣一改再改 卻讓外商感到卻步 在這個報導當中呢 我們訪問了環保署的副署長詹順貴 人稱環保律師教父 長年來他站在第一線 那麼前行政院長林全找他入閣 就是為了修環評法 但這一使得 原本是佔有的環保團體 現在呢是立場對立 而他點出了過去環評法的問題 包括了沒有標準 缺乏效率 那麼到底該如何改善呢 記著陳曉翔和林舒賢的調查報告 我反了 非核家園 不想非核家園 淪為口號 綠能占品要從現行5.1%提升到20% 換算要515億度電力哪裡來 台灣預計在2025年 達到非核家園的目標 其中風力發電是綠能發電的重點 2025年前要達成300萬千瓦的裝置容量 不過這中間印藏的變數 主要就是卡在環評 300萬千瓦相當於全台一天 增進9%用電量 在所有再生能源佔比中 風電佔27% 太陽能最大宗佔49% 才可能取代核能和空污 嚴重的火力發電 擁有風力優勢的彰化離岸風電 將可供全台150萬戶用電 將底樁放進離岸30里的深海 架設風力葉片 這是繼丹麥丹能風力哥姆哈根基礎建設基金後 第三個國外大廠 由加拿大和新加坡玉山能源合組的 海樓風電計畫 耗資1570億 在彰化外海開發兩個風廠 相較於中日韓也在發展離岸風電 但法規台灣相對完美 是亞洲進度最快 卻可能拍死腹中 必須要在年底之前 拿到環境影響評估的一個通過的結論 那不然的話就會喪失這個開發的資格 2017年6月第一次環評會就卡關 因為缺少對生態地震災害 造成衝擊的評估 必須補健再生 委員們擔心候鳥遷徙途中 被風力葉片打到 要求葉片旋轉高度 必須距離海平面高40公尺 但這樣就安全了嗎 大概都是在25公尺左右 那這個東西又是牽涉到說 未來整個施工的一個安全 不是說一味要求 大家都要符合這個40公尺的規定 全世界大概沒有幾家 吊磚船有這種能力 除了保障候鳥生命安全 附近也是海豚棲息地 一些音響器 先發出一些警告聲音 讓那些海豚如果有聽到的話 可以避開 鳳嘗海域發現印太鼻皮海豚 必須改用打撞噪音較小的基座 才不會傷害牠們聽覺和方向感 歡憑關關難過 能否關關過 沒有規則性讓外傷卻步 委員專家的意見 就是認為說要這樣做 那開發單位我們也 也無從去再做一些評論 那能夠做到的地方 我們開發單位就是盡量配合 離岸風電被環團稱為血色能源 擔心影響珍稀的中華白海豚 另一家風電業者 因為長指距白海豚區 侵襲地不到兩公里 就被環團打槍 經濟發展和環境生態 難道無法兼顧 某個委員他就提出來說 你那個風力發電機 不曉得會不會對蛤蟆有影響 你臨時提出一個問題 你的法規過去也沒有這樣規劃 那你提出一個 對蛤蟆有沒有影響 對不對 人家是不是要回去 要做很久的分析 我們之前投入的一些資源 一些人力物理的經費 很有可能就泡湯 就化為物有 環評這顆變化球 外傷會不會無力招架 那該怎麼解套 全球首座漂浮式風電廠 聳立在英國蘇格蘭外海 右邊傳統固定式 利用錨定方式 可放置在更遠的深海 減少環境生態通緝 這項革命性科技 台灣能接近嗎 多地震 多颱風 波浪跟潮流的海向條件 跟歐洲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個浮動式的基礎 我們目前初步的評估 在台灣這個區域來使用的話 可能還有它的限制 風電市政府綠能政策勢在必行 在台灣有更多開發案 面臨環評考驗 因桃園航空城的聯外道路 國道一甲的計畫還沒動工 就引發震驗 目前正在進行第二階段的環評會議 國道一甲市桃園航空城興建道路 將提供航空城自由貿易港區 及機場客貨運聯外道路 可改善國道一號到台一線 及台四線南崁擁色情形 環環和當地居民要求停止開發 會議上你來我往 燕燒未十足 現在應該以現在的基礎 評估的範疇 所以就是等下在範疇的界定會議 要他去做評估調查的 講到現在 我覺得你連聽方案是什麼意思 都不是非常清楚 對不起 我必須很不客氣的這樣說 主席動怒了 他是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 昔日有環保律師界教父之稱 長天站在環保第一線 錄閣後 其具戰友變成敵人 可能我常常還是把它當作 我跟他們是一起的 可是他們可能現在已經不這麼認為 他們認為我已經是公布人一環 所以這一部分是可能 我是角色上適應比較困難 所以我有時候講話比較直接 可能會得罪他們 進入環保署 就是為了大修環評法 詹順貴點出關鍵問題 他該有的公信 你始終沒有被建立 常常被環保團體批評說 他根本就為經濟發展 為開發背書 企業界他對環評制度也非常不滿 他最大的不滿就來自於他沒有效率 實施23年的環評法 長久以來 經濟開發和環境保護角力兩敗俱傷 我當初來的修法 他們還是有一些 只要有放寬的部分 他們都不信任 就開始有一些抨擊 那個廖教授也學經濟 你就是來破壞我們環境的 碰到這個就很吃飽 就很頭痛 台灣的環評委員和美日德 先進國家採用評估制比較起來 幾乎掌握開發案的深殺大權 連行政院或總統府 通過的經濟開發案 到時候到了環保署 它是可以動用否決權把你否決掉 所以這是不是就是上官保健的概念 環評委員有終極權力 卻無行政責任容易無限上綱 主管基額反而無權又無責 深核缺乏標準 前環評委員廖慧珠很有感觸 某國委員他講了一個東西很不合理 我們其他人聽在耳朵裡頭 就覺得他怎麼這樣 可是我們也不會來糾正他 以至於他那一句話 就變成規範開發單位的行為了 環評標準可以嚴格 但是該過就要過 不應該過就不能過 要盡快 環保羅范生 台積電也曾傳出有意赴美設廠 環評啦 我想那些是對製造業是有障礙的 這些莫名其妙冒出來的成本 就會讓廠商很不痛快 最後他就算了 我要放棄台灣 我不願意了 我就出走 台積電決定更留台灣 但不論本土或外商 環評讓很多企業踢到鐵板 避免企業出走 環評和經濟開發 如何尋求平衡點永續共存 過於嚴苛的環評 修法恐怕勢在必行 電力是一個國家的基礎設施 特別是對企業來講 沒有電什麼都不用再談 台灣的去電危機 也會讓外商不敢來台灣投資 那麼815全台大跳電 位在高雄領海工業區的中鋼 那麼廠裡面有氣電共生 就完全不受停電的影響 他們利用廢熱來發電 可以滿足55%的需求電力 也減少了對台電的依賴 那麼氣電共生的過程當中 它又會產生大量的蒸汽 那麼中鋼就把這些多出來的蒸汽 賣給鄰近的像是中石化 還有李長榮等化工廠 這是一個典型的廢物再利用的概念 減少污染 降低成本 還能夠順便賺點錢 繼續是我們的報導 815大停電 全台灣工業區151家廠商 短暖幾小時損失8800萬 其中北部16個工業區 就有11個跳電 位於高雄領海工業區的中鋼 完全沒受影響 因為他們自己會發電 這邊就是鍋爐產出蒸汽的輸出管線 然後它就藉由管線送到我們的 氣機廠往發電機進行發電 工廠最怕突然沒電 中鋼實施氣電共生 利用煉鋼製成中產出的煤氣和廢熱 伴隨產出大量蒸汽 作為鍋爐燃料用來發電 長期自己發電占比55% 台電供電僅占45% 我知道台電電不夠 所以它有去電話分序限電 所以那時候中鋼的自有發電機 我們的群數都滿在運載 所以那時候在那個當下 實際上我們的自發電比例 不是剛剛跟妳講的55% 可能高達85 90% 一旦發生停電 中鋼可以做到自給自足 不影響產線 讓台電可以把電力 優先分配給需要的民眾 來到中鋼動力廠 四台發電機包辦廠內電力 剛剛鍋爐產出的蒸汽 就透過這個蒸汽管線 然後送到發電機來發電 以2015年為例 中鋼自發電量27.6億度 一年可省下52億對外買電的費用 把對台電的依賴減到最低 從平常的大概要靠它45%的電力 減到我相信可能不到4%左右 控制中心可監看氣墊運轉至成 螢幕上紅色火焰 就是鍋爐內燃燒的狀況 它監控的6部鍋爐4部發電機的控制 815的跳電之中 其實你會發覺工業區售存很小 因為工業區很多都透過工業區的努力 其實很多工廠都已經設了氣墊共生 區域能源整合計畫 透過與鄰近工廠再蒸汽 及工業氣體等副產能源的互補整合 中鋼氣墊工生產生了大量蒸汽 過去必須要花錢把蒸汽降溫 對空氣不會造成污染後再排放掉 現在把蒸汽賣給鄰近有需求的化工廠 鄰海工業區的循環經濟模式 是由中鋼為主的14家企業界 由管線互相連通 把A工廠不要的多餘的廢汽物 轉變成B工廠的黃金原料 這裡是管線橋 有好幾座粗細管線組成 跨過鹽水港溪 將中鋼和周圍化工廠連接在一起 氣體透過管線輸送到對面工廠 二次利用 對面就是李長榮 我們這邊就是寫蒸汽的蒸汽管 就由我們輸出蒸汽 透過管網來送到對面李長榮公司 過去化工廠必須自己建鍋爐 燒重油燒水來製造蒸汽 污染空氣也隱藏氣泡 公安危險 中鋼會有很多問題 包括你設備的操作危險 環保問題 因為它燒油就會有些 電送排放的問題等等 如今不用自己燒 像中鋼奶可減少廢污排放 安全也升級 李長榮是第一家跟我們買蒸汽的 後來一直拓展到目前 大概就很多家 然後從本來的蒸汽 到後面的一些氧氣 氧氣氮氣跟氧氣 也輸送過去 中鋼一年賣出160萬噸蒸汽 給周圍化工廠 靠著外售廢棄 創造20億營收 包括李長榮 中石化中油 都是它的客戶 我們如果把它燒掉丟掉 那真的是暴鐵天物 因為我們花了多少錢把它買回來 我們要不斷的把它循環使用 2005年到2015年 中鋼累計賣出2400萬噸蒸汽 靈海工業區包括硫化物 立狀污染物等排碳量減少 以二氧化碳為例 一年減碳量593萬噸 相當於1.5萬座 大安森林公園的年度減碳量 空物方面的貢獻就更大了 包括虛弱度的減量 還有分層減量都有貢獻 循環經濟區整合不只有高雄在做 桃園大園工業區 42家業者能源整合互充資源 海逆花年級和平工業區 幾乎做到零廢棄 林海工業區在高雄這邊 好多 不光是在這裡 在好多的工業局的工業區裡面 其實已經開始在做這種 產業之間的能資源的整合 氣氛共生 自己發電 還回收廢氣再利用 中鋼 客戶 環境形成三營 循環經濟時代已經來臨 用電最多的大廠指向石化業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 處處都離不開石化業 像我們每天所使用的塑膠袋 衣服 寶特瓶等等 都是石化產物 光是台灣一年用掉了 45億支的寶特瓶 重量高達10萬噸 壓扁之後 它的體積足以塞滿 三座101 那麼石化原料用量非常龐大 在台灣石化業 總產值高達4.4兆 這要看起來很高 但是佔全國GDP只有3.89% 其實不算高 而中大油產品又有6成50 消往海外 所以講到這裡 大家共同來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台灣需要消耗這麼多資源 來生產石化產品嗎 那麼對此政府提出了 高質化的政策 也就是說希望提升價值 減少產量 但是高質化需要的是時間跟成本 過程中充滿了不確定的因素 這也是一條漫漫長路 從張開眼的這一刻起 你的一天離不開石化產品 每天用到的牙刷 穿的衣服 甚至是上班族常用的保鮮盒 樣樣都是石化產業鏈的結晶 早餐店買早餐 杯蓋 吸管 塑膠袋 全都是 到了夜晚也是小吃攤伶伶 過程民眾人手一袋一袋 還有兩個 炸雞排 印度拉茶 生煎包 走一趟夜市 湯湯全水都得用塑膠袋 像塑膠類的包裝 其實我們現在國內 還是用服太廣了 一年那個量也是相當相當的大 台灣一年總共消耗 181個塑膠袋 平均每人每年用到782個 換算下來等於每天至少 用掉兩個塑膠袋 光是去年台灣五大泛用塑膠原料 就用掉了206萬公噸 你以為只有這些嗎 你不知道的還有更多 不管是眼影 唇蜜 這些瓶瓶罐罐化妝品 還有很多人戴著隱形眼鏡 這都是石化產品 騎自行車 環保又節能 但身上的排汗衣 太陽眼鏡 還有輪胎也通通都是 石化液下游產物 你 逃得出石化的手掌型嗎 醫院用的針筒 點滴瓶 一次性醫療用品 這些都是石化產品 不但具有必要性 也無法取代 在台灣每年至少用掉 3萬公噸醫療用品 如果台灣沒有石化液 這些救命的醫療用品 仰賴進口 醫療成本勢必提高 許多產業也將受到牽連 這是低密度聚隱稀 日常生活中的保鮮膜 和塑膠袋等等 都是用它做的 生產線24小時不停機 每分鐘可以製造出 166個塑膠袋 像這樣的塑膠袋工廠 全台有上千家 但大部分都是外銷 也就是這些工廠製造的 遠遠超過我們所用的 以前我們都講說石化產業 對台灣經濟貢獻很重要 是因為它有所謂的 向前跟向後的關聯 可是你現在從2000年之後 我們貿易逆轉 有所謂的進的進口 改成進的出口 那其實我們需要的石化產業 是不需要這麼大的規模 根據統計 中下油石化產品 有6成5外銷海外 也就只有3成5 是供給台灣人的生活需求 因此很多人質疑 難道台灣要成為別人的 石化代工廠嗎 以以錫為例 2013年台灣以錫產量 總共469萬公噸 國內真正用到的 卻只有140萬 等於多生產300多萬噸以錫 製造產品供給其他國家 這樣做 值得嗎 這類合成原料生產廠 供應下油加工廠使用 年產值有2.02兆 再加上下油產業鏈 台灣總體化工業 產值高達4.4兆 佔台灣總體GDP3.85% 對經濟貢獻不容忽視 對國人生活更難以割捨 它產值很高 可是它為什麼要等到擴掉 中間的這些投入要素以後 它實際上護價價值 就沒有那麼高 高產值不等於高GDP 主要原因是石化原料 原油 99%都是從國外進口 這些成本都壓低了GDP 與半導體業相比 半導體產值只有1.6兆 GDP反而比石化產業高 佔了14% 完全不成正比 石化業受到質疑 不僅僅是GDP貢獻低 根據統計 石化業耗用我國能源材料 達到26% 與工業局公布的8% 有很大的落差 現在宣稱說它只有8% 那這支很吊詭 8%拿來當能源燃燒 是做發電 其他部分就是提煉 原油提煉為石油腦 原油提煉為石油腦 就是石化業的 這個石化業最上面的原料 這些就是會耗掉這個 石化產量就對了 石化產業勢必消耗能源 如果無法割捨 那又該怎麼辦 政府提出高質化政策 而工業院一直在著手研究 因為非做不可 簡單來說 高質化不以量取勝 而是提升商品價值 又在不影響產值的情況下 降低原料使用量 像我們也很希望我們能轉型 轉型去做那一些高質化 利潤好了很多 但是問題是說 你高質化的東西市場 你市場 你低市場你沒有保护 關卡門檻很高你才可以進去 這個也是一個難度 高質化看似成了台灣石化業 一鐵解藥 但需要投入許多時間和成本 短则四五年 長则七到八年 量產後是否還有市場競爭性 都是風險 也是高質化未知的挑戰 台灣石化業龍頭台塑 多年前就開始研究高質化 在麥寮工業區 有一座專門生產碳纖維的工廠 一年產能高達8000多噸 產量高居全球第四 像這種碳纖維的原料 是來自丙溪 它原本做成壓克粒綿 但是價格每公斤 只有60多塊錢 經過高質化製程 變成了碳纖維之後 一公斤售價飆到了2000多元 藉由高質化 提升了石化業產品的價值 而麗頭 這個碳纖維廠也藉由循環經濟 用其他廠區多餘的水跟能源 達到了節能環保的效果 希望能夠因此拿掉石化業 高污染 高耗能的黑色標籤 蔚藍的天際線 助力著高耸煙囪 這是麥寮居民 再熟悉不過的風景 從1998年營運至今 老字號的台塑麥寮工業區 見證產業更迭 如今也將傳統石化業 推向新紀元 這個大概我們看得到的 黑色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的碳纖維 成捆的碳纖維 是台塑研發近30年的 高質化產品 強度是鋼的6倍 密度只有鋁的1 2分之一 既有高強度 又保有輕量化特性 光材素一年產能 高達8750噸 總產量排名全球第4名 碳纖維可以用在工業上 像比如說氣瓶 您可以看到這兩根的氣瓶 這就是傳統的一般的 鐵的鋼品 就瓦斯桶這種東西 但是像這種就是 我們所謂內膽是一個鋁 外面是用碳纖維纏繞的 碳纖維取代鋼瓶 重量少了一半 此外也可以替代玻璃纖維 製成鋒利發電葉片 重量減輕30% 有效提升發電量 電台不給你 所以說碳纖維用在腳踏車 然後它也可以用在驅屏 手把就更輕了 鋁合金的腳踏車 售價大約幾千塊 使用碳纖維打造 價格動輒十幾萬上下 但你以為 這已經是碳纖維最值錢的 下游產品嗎 哇 有的這個Pagani新鮮 切開了 大廈的神秘變商 這是全球知名超寶 Pagani風神 一輛售價破億元 這輛性能猛獸 全車身由碳纖維打造 自然身價不凡 之前我們跟 國際有一個科專計畫 結果說我們做一個 碳纖維的一個零件 我們就選這個引擎蓋 當然這種引擎蓋 用碳纖維做還是在跑車吧 碳纖維運用在高級車款 更能提升附加價值 只是一塊碳纖維 看起來又輕又薄 研發過程可不容易 從未曝光的碳纖廠 鏡頭前生產基地獨家之極 它會很精準的在5000平 把它收取 然後它的重量就是4公斤 4公斤大概要到達2400 如果我們用購入 丙烯的一個價格 跟碳纖維這個規格 賣的一個價格 它的整個價格 大概在25倍到30倍之間 碳纖維的前世 就是常見的石化原料丙烯 經過調配 重合 形成高分子聚合物 再透過紡絲工廠製成原絲 就成了碳纖維的半成品 其實碳纖維來講 它的用電其實還比較高 但是就是說它 它的關鍵的技術是在於原絲 核心技術就在於原絲 得經過高溫碳化 但要利用高溫 勢必得用更多能源 石化產業高質化 講究環保又有節能 因此工廠多餘的燃氣 可以透過管線 傳送到另外一個廠區 進而達到循環利用的效果 循環管線躲在岡梁 跑遍整座麥寮工業區 形成跨廠 跨公司的循環經濟 資源一點都不浪費 以碳纖廠為例 雨水回收每天供給83噸 另外還有兩座工廠 供應冷凝水 工業水 超純水 總體用水量減少39% 很能源則有三座工廠 提供多餘的燃料器 蒸汽 還有電力 能源循環減量0.4% 把別的廠不要的多餘的 通通拿來再利用 對你是被欺負 對我來講是產品 我就公共支援 我簡單講就是像勸稱 大家就不要說 彼此都炒了很多剩剩菜 大家就一大鍋煮了 然後大家來分著 廠區的冷卻水塔 夜扇換成碳纖維 每年也可以減少107.7噸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相當於每更換一座碳纖葉片 等於增加0.27座大安森林公園 在發展高級化之餘 達到節能又環保 只是要開發高級化 沒有那麼簡單 高級化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很難 真的很難 跟著台灣的客戶 不斷的透過共同開發 一直改善製程 我們也走出來了 這是我們的強項 來到全台唯一的飛機製造商 長期與台速合作研發 將碳纖維應用在機身打造 你們也可以拿拿看 這一個零件 它雖然很大一個框 然後你們可以讓它感受一下 它的重量 很輕 很輕 對 這就是副材 那這個是石墨副材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就像碳纖維一樣 對 這就是碳纖維 碳纖維就是副材的一種 漢霞使用的碳纖維 早期都有國外進口 如今台灣有能力 做出高品質的碳纖維 就能有效降低成本 價格更具競爭力 碳纖維強度高 重量輕 不僅能飛上天空 更能衝破外太空 美國最大的民營太空公司 外船為了登陸火星 打算花20億美元 採購碳纖維 外界普遍看好碳纖維 未來將扮演航太科技中 不可或缺的角色 甚至還能應用在軍用武器 我們有一些比較高強度 或者是高磨量的 這些產品要賣 我們要先通過 我們國家國貿局的一個合可 然後我們要先調查 最終的用戶 他是要運用到哪裡去 因為他是一個戰略 軍事的一個產品 也因此常有神秘買家 要出高價購買 也不見得買得到 碳纖維是未來持續 發光發熱的高質化產品 只是並非每個業者 都有能力開發 走向高質化也需要時間累積 從研發到成熟問世 市場還能不能接受 都是對於石化業 一場不能輸的賭局 林園事件 後進新污染 還有高雄氣爆之後 這些新聞都讓台灣的石化業 留下了負面形象 反觀電子業 科技業迅速發展 吸引了許多優秀人才 其實台灣並不是沒有石化人才 關鍵在於如何把人 人才留下來 目前石化產業面臨高質化的轉型 但是並不是一蹴可及 最大的困境就是 產業鏈的人才斷層 特別是國營事業中游 過去長達10年的人力真功期 現在的退休潮來襲 更是雪上加霜 現在積極跟學校進行合作 招募心血 穩定的工作跟收入 讓有一些高中畢業孩子 寧可放棄國立大學的就讀 而選擇提早秀燕 同學一臉稚氣未脫 一行人背著後背包 來到中油煉製廠 你以為他們是來校外教學嗎 各位學姐 大家知道嗎 好 今天你們在這邊 好 今天你們在這邊 一會兒這樣 其實他們是林園高中 石化專班第一屆畢業生 才剛剛脫離校園 就已經是準中油員工 這邊應該是一天的時間 但是總共有六個小時 那我們就分成三個部分 年齡才89歲 年輕心血要投入 專業的石化產業 還得經過一連串的值錢訓練 下面進去有沒有 還會手握著 往上面出來 黃馨儀今年18歲 當許多同齡女孩子 還在塗指甲油 做美甲 她卻選擇戴上厚重的工作手套 比自己提早進入職場 一定會覺得辛苦 因為畢竟女生的氣氧很大 所以一定會覺得說 有點卡卡的 不念大學 犧牲玩樂的還有他 我是高音大電子工程員 你考上高音大 對 我後來選擇來這邊工作 為什麼會這樣做這樣的決定 因為我覺得先就業 其實比較實際 因為有時候就算有學歷 要找到好工作 可能也不是那麼容易 這樣去 第一屆石化專班 40位學生 16個人考進中油 同學可以自由選擇 要繼續升學 或是選擇進入國營事業 面對大環境不景氣 中油這個鐵飯碗 18歲剛畢業 就有月薪3萬多塊 讓許多學生 寧可放棄國立大學 所以這個班的成立 對地方來講是很肯定的 第一個 我的孩子 如果有能力的話 他可以進可攻 退可守 發揮一個在地流財 在地產業跟學校教育上 一個結合的效果 林園高中位處高頻邊界 想留住學生並不容易 101年新生報道率 只有72% 103年開辦石化專班 立刻提升到百分之百 接下來這幾年的報道率 也都維持在95%左右 所以你原本是可以念雄中 是不是 對 那個時候是5A 那個是可以去的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也有一點想說 我們其實也可以出去看看 你就其他的學校 但是最後還是選擇留下來 成績好的學生 不用再擠明星高中 石化專班 與普通高中的課程 沒有不同 特別的是在寒暑假期間 會到中游的石化廠見習 還能到日本取經 我覺得這個老舟是 他們很厲害的是在 在布蘭空市上級 他們的維修保養廠 其實是這個地方 真的還滿厲害 暑假去日本 不是去迪士尼樂園玩 而是參訪石化廠 高中生不走馬看花 深入了解石化業 究竟在幹嘛 本來都以為說 石化好像很汙染或什麼 但其實我們進去的時候 其實那裡面的味道很少 除了當中一些壓縮器的 噪音以外 其實其他的部分 其實我們覺得沒有 我們想要用這麼的招 石化廠打破樊梨高牆 更透明化的與地方共存 敦慶木林 從吸收當地人才開始做棄 這些員工的家屬 都是在鄰近方圓 兩三公里內的 如果這工廠 沒有一個好的公安的話 他的員工的子弟 他的父母 他的家人 也會受害 所以這些員工 他會更小心的 更謹慎來操作這個機器 敬用當地人才 不但提供就業機會 也能提升公安 對產業而言 還能填補中油的人才斷層 在我講理 我們在高中有沒有讀到 這個叫做什麼作用 勞經驗的導師 請郎相授 畢生功力 就是希望勝利軍可以銜接 1991年到2003年 凍結的人事敬用 這整整10年人力空窗期 在工廠還會學習 施行六合業 就是考核 考核完成之後 才會分配到各班去 他各班去之後還有領班 還有私事的員工在帶他們 考核只是基本功 而石化產業的核心人才 至少需要兩到三年養成 如今面臨大退休潮 古人迫在眉睫 那個發展都到民國80年 就停住了 因為先是林源事件 後來是後勁的污染事件 中油就停滯成長了 所以中油在他們現場裡面 找不到五年級生 過往石化產業 總是背負高耗能高污染罪名 反觀電子科技業迅速發展 導致許多優秀人才嚴重外流 選擇出走海外 石化產業如何走向健全 創造高質化留住人才才是關鍵 稍後來看 當經濟發展的同時 污染無法避免如何共存 我們的獨家鏡頭帶您來看 高雄氣爆炒的李長榮化工 轉型成循環經濟 還有你能夠想像喝一杯咖啡 這也跟太陽能有關嗎 稍後繼續鎖定深度調查包裝 歡迎回來 我們來討論一個老問題 經濟發展跟環境保護 要如何共存呢 來看李長榮化工 2014年高雄氣爆讓融化重創 現在它正努力於扭轉形象 致力於循環經濟 包括廢水回收再利用 也就是說工業污水放到磨槽之後 過濾成清水 二次回收就可以作為清潔用水 用來沖馬桶或者冷卻水塔 另外常用在化妝品 跟香精中的原料一柄醇 升級成電子級的產品之後 它可以用來清洗晶圓片 那麼使用之後的廢棄物 經過再純化回收 就可以做成一般工業級的產品 可以說把剩餘的價值 發揮到了極致 那麼這兩項技術都榮獲了 2017年循環經濟貢獻獎 來看我們的調查報告 像皮擦 膠水 電腦外殼 電源 延長線 這些日常所需都是石化業來的 台灣石化業產值高達2.5M 佔GDP 14% 創造超過300億稅收 但經濟的進步 如果對製造的污染不可避免 怎麼辦 有業者努力扭轉 工業製程後的廢水 經過處理循環再利用 我手上看到這個黃色的污泥水 是處理前 而這個就是處理之後 清澈透明的水質 我們獨家來到 李長榮化工高雄廠區 每天產生500噸工業廢水 含各種重金屬 業者利用自行研發的 MBR磨生物反應器 將廢水回收再利用 MBR的磨槽 那裡面有磨濕的組 就像這樣子 裡面有60片 磨槽高2公尺 兩側更有30片磨濕 過濾孔徑只有0.04微米 連細菌都無法穿透 這白色一條一條的就是磨斯 用來過濾沸水中化學物質和污泥 化學有機的東西 把它利用污泥把它處理掉 那處理掉以後的水 會引到MBR的磨槽來 那這邊可以過濾 所謂過濾就是裡面的污泥跟水 跟乾淨的水可以分離 過濾前過濾後水質差很大 廢水若排放到河川會造成污染 要做環保不惜下重本 赤資上億研發 融化是台灣唯一做MBR廢水回收商業 用途的業者 這一站的廢屋變成下一站的原料 過濾後的水可以怎麼用 我們可以取代工業水來使用 那我們會補充在我們冷卻水塔那邊 當作補充水 另外我們也會使用在 混化爐的洗滴塔 當作洗滴水使用 使用在我們廁所馬桶的 當作沖洗水或者澆花使用 一般家庭可以使用嗎 如果說你要家庭用水 可能後面還要消毒 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 台灣是處理廢棄物模範生 回收率達55% 大幅領先美國35% MBR污水處理 全球市場成長率10% 其中大陸運用在工程上 使用率近100% 台灣是第一家很領先的一個技術 這個技術的話 跟國外的主要的提供者 是能夠競爭的 成本更低 很多人講石化業是污染的製造者 可是我們說真的 這個是我們還不是完全認同 努力轉型環保 李長榮化工當年跌了一大礁 還在隱隱作痛 2014年8月 李長榮高雄大設廠輸送秉溪 管線破裂導致外洩發生氣爆 造成300多人死傷 我們從來不否認 那事實上就是我們秉溪的管路 但是那個責任還在整個調查之中 我一直覺得說跌倒不可恥 可怕的是跌倒以後 不爬起來 努力站起來加強公安法官 廢棄物轉成載身資源 化腐朽微商機 還有這個 女生日常用的化妝品 包括面霜 口紅 還有指甲油 裡頭含有益柄醇的化學成分 來到益柄醇回收生產線 一桶桶溶劑 裡頭裝著俗稱IPA的益柄醇 是石化基礎原料 運用在一般等級工業級塗料 像是香精和化妝品 台灣市佔率80% 隨著科技升級 產品也升級 隨著IPA的使用量越來越大 那它要求的線路 精緻度越來越高 所以它需要用到的清洗製成的 這些藥衣越來越多 一桶 升級成較高階的電子級後 應用在晶圓片做清洗 它可以用在不同的光電產業裡面 例如面板 太陽能 還有半導體 特別是最近的半導體產業 使用量越來越大 那它可以讓最後的不存物跟水分 跟裡面的一些雜質可以把它去除 電子級易柄醇使用後變廢棄物 下游廠商若燒掉處理 就會製造污染 透過再純化回收 可重新製造較低階的工業級產品 把客戶端的廢棄物 就是說10%的易柄醇加90%的水 拿回來工廠以後 我們靠我們自己純化的技術 把它做分離 分離後做成工業級產品 把剩餘價值發揮極致 減少污染成了有用的循環經濟 這裡是分析實驗室 易柄醇出貨前要進行平管檢測 經過我們的評檢測試之後 我們的水含量不存物 跟金屬離子含量是都合格的 台灣半導體製成清洗劑 融化是主要廠商 石化產業轉型募局 從源頭上消除污染是全球趨勢 我們不會只有自己做 我們包括台灣的石化業 我們都一起來拉進來做 我們不再擴充規模 我們在現有的規模上面 把它做好做金 然後來跟大陸 甚至跟中東 甚至現在美國也開始做了 所謂業延器有所區隔 石化產業過去被視為高污染 如今向綠色環保與高附加價值靠攏 經濟開發與環保共存 讓廢屋變黃金 過去我們仰賴的石化燃料 供應了發電還有生活所需 但這個能源不是取之不盡 所以發展綠能成了主要趨勢 像是接下來這些例子 聽起來挺有趣的 比方說一杯太陽能咖啡 不管是磨豆還是沖泡 使用的都是太陽能 還有這個邊材腳踏板 就可以儲存電力 成為電動腳踏車 也有科技大廠在電梯上 加裝了能源回升系統 一年下來可以少用50%的用電量 整棟大樓可以省下電費 至少上百萬元 來一杯香濃咖啡提神 腳踩行動咖啡車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台電動腳踏車 然後在踩的時候 輪著轉的時候 它也可以稍微蓄電 咖啡豆磨泉粉 電力來源就是這塊太陽能板 其實它電力的儲存板直接的 就是太陽能板吸收電路 然後直接儲存在上面的電池 這咖啡機怎麼還轉一翅膀 它原則上就是模擬機器的壓力 然後把熱水放下去 用一定的壓力 一定的速度 然後把它壓下去 所以它壓出來的咖啡液 就會跟濃縮咖啡一樣 用手抽取代機器 難攻粗細脫 剛開始就是要先門枕 就是用大概30到40克的水量 對 然後先讓它整個咖啡門 吸收熱水 然後整個膨脹 這個方式就是會把多餘的油脂去掉 對 喝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有困擔 為了減少冰箱用電 冰塊用冰桶來保冰 清洗器具需要抽水馬達 也靠太陽能 比如說磨豆機 抽水馬達 燈像這樣東西 然後用我們手抽的方法 去配合這樣的電力的話 一整天下來七八個小時 倒是沒有用 所以我們行動咖啡車 上面有附一個平板 那這個平板它可以去 等於是去表演你的故事 對 電燈來源都是太陽能 看開一間咖啡店相比 起碼百萬元起跳 太陽能咖啡車創業成本 只有一半 是大概就是在30到50萬中間 我們大概有十幾間 在全台跑掉 紙杯也選擇可分解材質 一般紙杯只要0.7元 可分解的紙杯一個要價2元 等於貴了3倍 所以相較來說它是非常環保 我們也是全台灣第一個 所有的連鎖咖啡店 第一個使用這樣 因為它的成本相對還是比較高 我覺得這都是堅持的問題 高用電量的雙半大樓 扭證了不少開銷成本 有企業從節能電梯著手 它是不及時的 你待會兒看它是變化 差不多現在真的在2.0K瓦 可是你看到最後面 煞車的時間反倒又增加了 到7點多 煞車的能量就把全能扔電了 3600多度 相當於一戶三個人一天的用電量 原來電梯運轉產生未能 傳統上會把回收能量 以熱能方式消耗 節能電梯則是未能轉化成電能 這這樣子的節能系統 多建置的成本 大概在2到3年室內會回收 包括公司或者是醫院這樣子 常常經常在使用電梯的 這種機構的話 它回收的速度就會更快 6年來 累積節省電費 將近52萬元 我們一天的8電量 可以取代我們整場的 總用電量的2%到4%之間 幫我們在天氣熱的時候 真的降一點用電的負債 節能理念深入偏遠地區 高雄納馬下的民權國小 八八風災之後 企業贊助 異地重建 它後來成為一個淨零耗能 就它的用電跟它的發的電 是一樣多 校舍還能讓300位居民 供水供電避難7天 把它變成一個 可以作為避難中心的空間 它甚至還有停機瓶 可以讓物資可以不於匮乏 也有 還有衛星電話 可以保持跟外界的通信 從一杯咖啡到節能電梯 到幫助災序重建 發揮節能的理念 也回饋社會 減少對環境的負擔 歡迎回來 今天這集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台灣有90多家大廠 能夠造電 氣墊共生 這個電容量加起來 快要跟核四一樣多 但是中間需要更多的鼓勵機制 而麗頭高污染的石化液 升級高質化的產品 這個污染排出的廢水 還有廢氣都可以回收循環 再造濾晶 讓經濟轉型跟環保 因此永續共存 講到發電 台灣團隊去年成功驗證了 洋流可以發電的技術 就像畫面中 融入了變形金剛的概念 它可以左右翻身 遇到強壇 也可以自動縮小來避難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那麼學者預估 洋流發電有機會 未來取代核電 這個技術不只是台灣第一 更是全球第一 洋流發電這款能源新市場 全球也睜大眼睛都在看 而在下集節目當中 我們來看的是 私改的契機在哪裡 司法院曾經表示 希望創設國民法官 也就是說希望未來判決的理由 不要再違背民眾日常的生活認知 但是這點做得到嗎 台灣有許多民眾打官司 可以說從生打到死 這個公平正義永遠無法彰顯 問題出在哪 下週也請繼續鎖定 我要的司法正義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盧秋芳 我們下週再會 我是盧秋芳 我是盧秋芳